大家好 訊軟好 簡訊軟好我們的昌天英雄 那這週有一個非常大家期待已久的活動終於開放了 就是我們的限時金將 大家看電視應該蠻常看到的吧 就是展現那個廣告的那個內容 就是我們的金將終於開放了 那聽說這個活動非常的雷 就是對無客非常的不友好 那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也還沒抽 那之前有把那個元寶存到了兩百多 兩萬多 但是他們說好像元寶的話 基本上 反正一個人只能買30包就是這個 限時商店 那這個活動好像在兩天後會結束吧 所以要抽的趕快抽 那等於是 每個人都只能買30個 就是買這個 最多只能買30個 就等於說你最多一直花一萬多元寶而已 好 就這樣 買等於說你每天拿 拿他會送免費的嘛 等於說拿34個 好那來抽吧 等於說魏國的話是張寮金將 那蜀國就是趙雲 吳國是春策 那我們的群國當然是我們最帥的呂布啦 來 戰到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那召喚20次的時候可以拿多拿5個 召喚40次拿5個 屁啦靠 無客不是只能買30幾個嗎 所以他強迫你一定要拿禮包 好來抽看吧聽說很雷 而且抽不到 那來看一下活動內容好了 75等的時候可以參加活動 召喚一次畫一個那個金將令 然後每招10次的話 必拿5個到10個 哇那很少耶 我們才30個而已 然後召喚對應的數目 每6點那個金將碎片 喔他只能 他都不能抽一整個 他只能抽金將碎片喔 然後召喚次數跟召喚獎勵 在活動結束的星空 然後每6點重置 抽到金將碎片的機率是5成而已喔 哇這麼低喔 所以我們只有34次 來吧 所以無客的話 基本上難怪一堆那個 大家都在抗議 因為那個 這個對無客真的 聽說路板好像是可以抽到一整隻的 那台版變成抽碎片 來吧 我操你 213 哇這很少耶 好 剛剛第一抽好像沒什麼好東西 那再抽 我們還有24張卷 不要怕 走 來喔 哇很爛耶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怎麼可能抽得到 怎麼可能抽得到那個 呂布的整隻 哇 草更爛 8這個 然後 拿5個 來 給抽 生金碎片 來 抽 哇 難怪人家說不給活路 真的是不給活路欸 我的天哪 哇 太不友好了 天哪 沒有 這次的金將活動就是這樣子 受完 然後 100任務積分可以拿一個 喔 100任務積分可以拿一個 所以你還 所以你還 所以我 他還 他一定強迫我 還沒到吃午飯的時候 挑戰者 就全敗了 來 來 來 你可願意 桃園一場 余生同往 今天 哇 每天任務要100 然後才送我一個 這麼口 難怪會被人家罵 真的是沒話講 來 來 我屢不便能 佔他個天昏地暗 佔他個天昏地暗 他說我合不到你啊 一個 真是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來 看看我們的碎片 啊不是 來來來看一下 咱們群果 來來來看一下最下面 哇 120個 人家罵咧 這無課怎麼可能湊得出來 難怪被罵 三 只給30抽 哇 那這活動沒了 那不是就沒了嗎 所以這一輩子都出不來嗎 哇 真的是不給活路 好吧 算了 那 金 哇 生金 哦 他就可以生金了 哦 這人生變如奇 還沒到吃午飯的時候 小呂 挑戰者就全敗了 小呂可以生金 那我們今天來找一次來生金好了 反正 人生無悔 因為反正基本上 大概沒什麼機會 大概沒什麼機會可以生金了 好 要六星以上才能生金 呃 生金啊這個 打破這個局面 然後生金的時候就可以開這些那個 把你的技能啊 羈絆啊 都變強這樣子 唉 生小呂 其實好像也只能生小呂 因為他每次都是我攻擊最高的 我總不會要生 我總不會要生 我生 成功 強不強 成功 好像不太強 成功 除了擊退 就好像不強 那 袁紹的話 我袁紹說過的話 做過的事 就是 好啦小呂好了 我覺得小呂還是我那個 喔 他現在你可以 這種 喔 這個是對那個 有控制屁的人來說 像我們這種有紅點的齁 像比如說賴阿或那種 有紅點你就會覺得很難受 所以他可以把紅點關掉 那你不用看紅點 那 好吧 走 小呂 喔 生金將了 那 欸這樣就生了嗎 喔這樣才卡一個 喔沒有喔 要全部湊齊才行 哇靠 那這遊戲真的是夠坑人的 我的天 好啦 那介紹一下我的陣容好了 那 陣容 還是從這邊介紹好了 一樣 我們目前 袁紹 成功 小呂都是 六星 那 貂場五星 華頭最悲慘 華頭根本抽不到他的那個 那個 所以他的三星 那董卓 然後這些都六星了 OK 這是我們的陣容 那 元寶竟然 這麼難抽 那我們去抽這個好了 看能不能抽到那個 把我的那個 把我們 欸沒有他原本就有三個了 來抽看 欸不練師沒什麼用 最主要是抽到那個啦 小呂啦 來不來抽到那個 華頭啦 抽到華頭 四星之後才能開那個 呃 他才能開 復活 沒錯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抽 來喔 走 我操 走 紅匠 阿 看到你我真的是蒼天已死 阿 看到你我真的是蒼天已死阿 好吧 真是天不同人願 那我們真從 降 降魂系統 哇我降魂還不夠勒 我的天哪 怎麼這麼悲慘 欸 沒有好 太棒了 完全毀滅我的希望 OK 那 這一次 抽完腳 發現沒什麼用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地圖好了 你來介紹一下地圖 那 地圖的話 上次介紹到 1到30層嘛 那 這次我們介紹 31到41層 31到41層 來介紹一下 那個隱藏 隱藏點 隱藏點的話 其實上網 也有人介紹 不過 如果有些人 沒有上網查過的話 可以看一下 那 他這個隱藏點的話 就是在我們地圖的 12點中 偏 10點那個方向 就是 這個 這個層裡面 多按幾下他就直接進去了 那一樣進去就是 那個 打 那個 寶藏商人 然後 那個寶藏首領 然後你可以拿那個 那個裡面的寶藏 跟元寶的寫 好 那就是完美通關了 31 那目前 34 34也有 34的話 我看一下在哪裡 在這邊 這個 這個 山坡山洞 這邊應該是 123 3點中 3點中偏4點的方向 這邊 多按幾下就有了 隱藏點 OK 那這是34張 然後35張 35張的話 簡單 就是在我們 大概1點中方向 在這個 城池的後面 這邊有個那個山洞 多按幾下也就有了 好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也都是滿 欸 探索這邊 其實時許齁 很多人 其實有時候 像我這樣 找的時候 這種寶箱的好找 有裂縫的也好找 最難的就是那種 看起來像又不像的 所以基本上 只要是有這種台車啦 或者是有這種 反正 它地圖上有一些怪異的 你看起來不像是它的背景的話 你就按一下這樣子 好 這是35 36聽說有 但是我好像也開不起來 聽說好像是在這裡吧 聽說啦 好像在這邊 然後說會有一個那個 神秘人吧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看到神秘人在哪裡 有到現在還沒看到神秘人在哪裡 神秘人 等一下我都沒看到 聽說好像是在這邊吧 啊沒得到 下次再照看 36 先跳過 那37 它可能是某些特定時間才會出來 37的話 我記得 啊在這裡啦 水池這裡 嗯 五六七八 大概八點鐘方向吧 山坡過來之後 水池上面這邊進去這樣子 OK 就是37 那 38 其實基本上後面每個地圖好像大概都有 38的話 有 38在哪裡 38 38 38的那個隱藏點都不見了 38的隱藏點都不見了 他有說隱藏點 啊在這裡啦 他有說隱藏點真的是 這是在六點鐘方向 六點半的方向 這邊 隱藏點 那個雪色長安 OK 那 39 39的話就在這邊 12 大概兩點鐘方向吧 一點半兩點方向 在這個那個民房裡面 點進去就有了 就是雪色長安 下了 那40的話我們就沒有了 OK 大概是這樣 那目前的進度大概推到 第53章吧 其實推這個也蠻花時間的 然後 上次的軍團戰 果然又輸了 對 軍團戰現在的人真的太強了 那這次已經報名了 兩天後咱們再找新的IPK OK OK 所以這一次的活動 大家就斟酌吧 如果是無課的話 基本上 難怪會被人家罵 因為真的湊不起來 因為你 他不是一天買30個 他是 這個活動就只能買30個這樣子 那他就強迫你要買禮包 就是 300個台幣才6個嘛 那600個台幣才12個嘛這樣子 然後 2990的台幣才給你直接選裝備這樣子 唉 真的是太不友好 OK 大概是這樣 喜歡的玩家還是可以抽啦 那我們無課的玩家 就只能 看他下次的活動什麼時候開放 好 大概是這樣啦 那 剩下 剩下大概也沒有了 除非把 裝武 算了 下次我們把 目前戰力646萬 等下一次的時候 把戰力弄高一點的時候 直接破魔魂塔 目前破到第250層毛巾 看一下喔 經常破到250層的樣子 魔魂塔 人家說衝越高越好 因為衝越高到400層的時候 每天他就會產出那個 掛機就會產出一些那個 紅醬的碎片嘛 那目前在254層 把大家看齁 應該是輕鬆啦 目前 應該不會輸吧 輸得丟臉 哇靠真的會輸欸 哇 不是這樣的吧 哇 已經連小呂都撐不住了嗎 小呂真的是群果的主力 在呂布還沒出來的時候 真的只能靠小呂 他的攻擊力真的媲美那個 撐住 撐住 一打二 加油你們兩個補助 撐著 幫小呂撐著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喔來不來一起補破 可以可以可以 撐住 撐住 哇他吸血跟我一樣吸得胯欸 這傻小 這什麼作弊招啊 哇 算你狠 這是誰啊 潮人嗎 好啦 算你狠 真是太離譜了 這家老是誰 但是我要找出來 他是誰 他是赤威爾剛是不是 攻擊速度怎麼那麼快 好吧 算你狠 反正就只破了250層 哇 這家老到底是誰啊 怎麼那麼詭異啊 拿兩把雙斧頭 OK 大概是這樣啦 那其他的部分下次再打好了 其實每天做的任務大概都是這些啦 那 啊 介紹一下神獸好了 說到神獸 來介紹一下 其實神獸在這個遊戲還蠻重要的 來 神獸 目前我們這裡有這個 自然 然後巨狼加豬群 那 欸 欸 為什麼我們的裝備會給那個豬血袋 等一下喔 我已經搞錯囉 我覺得那個 前面那個比較強 等一下 等一下喔 這遊戲 那個神獸還蠻重要的 因為他可以幫你攻擊跟加一些屬性那些 所以基本上是給強一點的神獸裝 朱雀 因為他是送的嘛 代表他應該不會很強 好 大概 除了那個最後一關的那個 竹龍之外啦 除了最後一關竹龍之外 其他的 你能拿到的橘色大概就這三隻吧 玄武的話我刷那個商店從來沒看過 所以 除了竹龍之外大概就剩這三隻 常用的 那 裝備的話就可以去那個神獸商店買 這邊可以買 玄金就是拿來升級他的那個等級的 所以玄金也是要買的 那 裝備的話先湊滿再說 這樣子 OK 其實還是蠻強的 這三隻神獸 OK 大概是這樣啦 那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的話 大家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炫耀 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 再見 再見